家裡頭黑漆漆一片 轉頭一看唯一的亮光來源 是掃朋友頭上戴著的頭燈 在颱風夜的晚上 必須要摸黑吃飯 只要頭轉掉就會影響到視線 讓家長真的好無奈 這裡是高雄小港 從上午9點多就開始停電 家長迫迫等不到電來 連手機都不能用 可憐啦 行動都用到沒電 來朋友的家裡 怎麼這麼可憐 連行動電源都已經用光電了 只好到朋友家來避難 山坨颱風清洗臺灣 截至晚上9點 全國曾停電的貨售超過35萬戶 其中21多萬戶已經修復 等於有超過10萬戶 都是還沒有電可以用的 那其中在高雄停電的 就超過了6萬5000戶 台電則指出 將是後續風雨的情形 持續來搶修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